郭榮鏗議員 主席 首先,有兩位議員的發言是我們必須要回應的 第一位當然就是剛剛起床發言的麥美娟議員的發言 我有一件事想說的就是 麥美娟議員經常說自己是代表基層、代表勞工界 我拜託你不要影衰基層市民 麥美娟議員 基層市民不像你那樣,滿口粗言畏語 麥美娟議員,有甚麼規程問題 主席,我剛才說了我不會冒犯人 我想請問郭榮鏗議員剛才的說話是否冒犯我呢? 如果有,請你收回 郭榮鏗議員,請你繼續 即是麥美娟議員,你都不是第一天做議員 我剛才說你,代表基層市民 你是影衰基層市民和勞工 基層 為甚麼? 剛才我也說了 基層市民不像你那樣,沒有學識 基層市民不像你那樣,滿口粗言畏語 大家都知道的,誰是粗口捐呢?你說 大家都知道的,剛才發言的時候 麥美娟議員 這個很清楚了 他說的沒有學識,這句算不算是冒犯? 我剛才已經提醒了 說粗口沒甚麼的,你們說些話比粗口更難聽 沒有用一些侮辱性的言語 這一個呢? 馬美娟議員請你 馬美娟議員請你 馬美娟議員請你坐下 馬美娟議員請你坐下 我都希望議員呢,在議事廳 是盡量唱所欲言 但是就不應該用一些侮辱性的議員 願意去指責另一個議員 我希望大家是小心的 郭榮鏗議員請你繼續 主席,一個人有沒有學識呢? 就絕對不是看一個人的學歷的 就好像有些議員那樣 又說甚麼碩士 然後又忘記在哪裡讀 然後又不知道甚麼博士 然後被人黏奪了之後就另外一間大學 你覺得那些議員 何君堯那樣很有學識嗎? 就算他是榮譽博士的話 他都不是有學識的人來的 一個人有沒有學識呢? 就看你自己有沒有修養 看你自己的言行 講粗口罵特首 誰人都知道了 剛才在議事廳 契甚麼契物這樣 就說這樣是罵得對 你這幫人是契甚麼契物 即是麥美娟議員 很多你所謂代表的基層市民 給你有教養 給你有學識 給你的厚德 是好得很多 你經常說我們不支持這個撥款 是為甚麼?因為我們不喜歡林鄭月娥 你自己都很不喜歡林鄭月娥的 你說粗口罵林鄭月娥 你最不喜歡她 你夠膽出來說 不要在閉門會議裡 躲躲躲躲躲躲 將自己的心底話 在閉門會議裡說出來 在這裡說 堂堂正正的 不要為華人契什麼契什麼 你沒有膽識 在這個議事廳 去講出自己的真心話 你只是契什麼契什麼 就是美娟議員 想清楚 這個 剛才這個 請議員不要在座位出聲 不要緊要 你不要叫她 她們這些沒有學識 沒有禮貌 不懂什麼叫斯文禮教的人 請議員不要在座位 請議員不要在座位 繼續發聲 請議員不要在座位 反映到你們自己的 很沒修養 繼續在座位大聲叫 繼續用粗言畏語 繼續用這些契物去罵人 這些反映 工聯會的質素 大家要看清楚 看清楚 是怎樣 主席你繼續縱容他們 讓他們在座位上叫囂 讓市民看清楚他們 原來他們所謂的代表 那些基層市民什麼什麼 是影衰人 沒有資格